5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向即将毕业的学员发表演讲 这是拜登就职以来首次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白宫表示,在前往康涅狄格州之前,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 敦促他立即缓和加沙冲突的紧张局势走向停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